听着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说一下世博会 当然大家都知道釜山已经坏了 但是对于釜山来说是否一件坏事 我说一下现在大阪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大阪那里 其实现在仍然不够五百天 2025年的世博会预售票现在上网就开始可以买得到 其实大阪他们的官员 也有点担心 有很多事情其实不顺利 一定要说 他们搞世博 这些活动会不会帮到一个地方 赚到一些游客 是一定会的 但是你也要计算数 就是你搞那个活动的时候 你会不会让那个地方的游客多很多呢? 因为你搞大型活动 你要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拿钱出来 建某些东西 就像之前 墨尔本本本来想着在 严格来说不在墨尔本 在整个维州那里搞英联邦 运动会 接着他们也要说不做了 为什么他们说不做? 因为你一计算数据这些大型活动 是有可能令到一个地方 就洩到价格的 其实是 我知道有些人在网上 就有推出一个概念 就说日本大阪 搞世博 这个 这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 大阪也是 那么 他们搞世博 就会 令到 这是他们说的 令到地产就会很兴旺 那么 日本现在发生什么呢? 就是要建一些会场 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 建筑成本是飙升的 其实就是 有些国家已经不去 大阪的小博会那里展出了 其实就是 而且他们的预算 是重复了 是差不多重复了 就是要两倍的钱才可以做到之前做到的事情 那么 网上的意见其实已经是 呼吁要取消了 那么 日本的反对派政治人物 或者在野党的人 他们也是呼吁取消的 上个月有一个民调就发现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出来说 没必要搞世博会 在另一个调查里面 有差不多七成的受访者 这是日本里面 大阪里面的受访者 他们是不想参加 这个世博会的活动 在英语世界的人来说 世博会 有一个很古怪的感觉 英语世界 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就是 英语世界的人 在82年 在Knoxville 在Tennessee的世博会 就是田立西州 他那个世博会 那些事情 他回想起来 就觉得 很奇怪 那么 还有就是 那些人怎么知道世博的呢 其实那些人在英语世界就是看 Simpsons 这部卡通片 他就是 说 这个在 田立西州 那个 那个世博会那里有个 Sun Sphere 有个 有个好像地球那样 但是太阳 圆滚滚的东西 一个太阳球 然后 Simpsons 里面就说 那个 其实当然是老作啦 Simpsons 是卡通片而已 他就说 那个太阳球里面 就是 用来擠假发的 就是 来到美职的 就是世博会呢 其实在英语世界的人 就已经和这个大白杖 是画成了等号的 其实是 当然 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是 世界其他地方这个展览 看起来 是一个 大生意 那么在其他地方 当然是有政治色彩 举个例子 虎山这次 失败 那么 尹石穴 他还要出来 道歉 是这样的 其实世博会 就是 老实地说 这些 是很可能 我认为 很可能是会虚钱的东西 其实是 但是不是只有世博的 这个世界就有 几样东西 都是 就是 拿来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有三样东西 主要是做 世博 这个是其中一样 奥运和 足球世界杯 这两样 都可以做到虚钱的 其实日本已经 东京那里已经虚了 在大阪现在 所有东西都是不顺利的 其实 人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搞这些东西 尤其是 西方 英语世界的人 他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要搞这些大型活动的政客 其实就算这件事是做好了 他们到最后都没有好处的 其实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其实是 但是 如果那些大型活动 一失败了 你就要负责了 其实 举个例子就是 日本的前首相 菅义伟 他 应对新官 OK的 没什么问题 然后再搞 东京奥运 但是 当然 做好了这件事之后 菅义伟 做一做一做就收皮了 他现在就变了个案9文雄做了 其实支持度是不会提升的 这些大型活动是很难搞的 但是 试的话不是错的 我也要说试的话不是错的 大阪 其实他70年代也试过 1970年也试过搞细博的 应该是试过搞的 他那时候的 观光人数 就是这个70年代 试过6400万人去 但是他们预计现在 就是2025年 他们搞这个细博会 都有2800万人去到的 搞细博搞得好的 就是对上一次我记得搞得很正的 就是 2010年 就是上海搞细博 那么 2010年上海搞细博 我家里的人有去的 就是去上海那里看的 那么 Tam St. Lo就说韩国总统都是二三年之后坐牢 其实我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 就是这个 吻石穴 不知道他会不会 但是其实 其实 对上那个应该就未必会 要坐牢的 我想 没那么容易的 花花就说 想知道 中国08年奥运 要不要虚 用了这么大的钱 中国搞很多次都不会虚钱的 因为 中国有个好处的 中国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 有很多 那些基建其实是需要的 它是不是也要建的 比如 就是奥运的那些场馆 现在变成了国家体育场馆来的 对于国家运动的发展 是很有好处的 你说国内 做这些有没有优点? 当然有 国内因为他们很多东西的成本 就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 在日本就不是 日本他们的建设成本 飙升得很厉害 虎山他做不了 他们当然是 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些 就是细薄这些呢? 其实 很多人 你会看到一个国家 他排押 做阿尔的地方 做第二大的城市 或者第二重要的城市 他就会搞细薄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现实就是 虎山就很想 有一些大型活动 推他 其实是 很多钱都吸了他的首耳 其实在韩国就是 虎山当然 其实这个地方也很漂亮 如果你去海运台那些地方也很漂亮 但是 他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找些东西刺激一下他们的 建设 因为很多东西是不会做的 其实钱不会投去 虎山 因为你去韩国 很多人都是去首耳 也不会去虎山 那么 现实就是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地方的消费都是不行的 你要搞到一个 国际大事出来 他是一定成功的 一定会起得好 一定会 可以举办成功的 不计成本去做的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 一个地域 应该这么说 不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地域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中东国家 其实他们输 就是 我当然要说 就是说他们很有信心 就是 找石穴 说一定行 其实 我的看法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就是韩国他们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世博 是比他们做得好 你看看 2022年的世界杯 2022年的世界杯 就是在卡塔尔 其实如果2022年有疫情的时候 幸好就是在卡塔尔做的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做世界杯 也好 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说过现实 就像现在这样 世博会在沙特 利亚德 如果没有搞错 应该在利亚德 在利亚德那里做 如果在沙特那里做 其实 真的没有问题 我觉得在沙特那里做 他们是一定可以搞出来的 就是2030那里 2030年 如果在釜山做 其实就未必可以做得成的 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 就在沙特那里搞 在利亚德那里搞 在利亚德那里搞 我就认为它是一定行的 为什么中东 在这个环境下一定行的呢 他们是唯一一个区 一个地域 就是这个世界一个地域 他们可以不计成本做任何东西 他们是 Siggy Cat就说做大型活动 是赚基建 这个是的 Sam Chuy说请外劳成本低一点 在沙特也好 在卡塔尔也好 做建造业的人 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劳 全部都是外劳 那么 花花就说 曾bc在节目上说过 是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就是 其实他做不到 对韩国来说 其实是好事 因为他做到这些细博 到最后 又是超资一倍 结果那个城市 就会颓废很多年 其实是 Danny Wang就说 南韩泪水市 也搞过世界博览会 当年也有去过 在大阪那里搞 现在要说 你在大阪那里搞 他们现在 那些人都 开始反感 还有知道一件事就是 数据是要还的 没错 你看那年 就会有二千多万的游客 就是 就是会有二千多万的游客 但是 在这个二千多万的游客那里 你可以赚到多少钱呢? 会不会填回你投入的那条数字呢? 在大阪看起来就不行了 还有还有可能就是 未来 几年 都是要为 这个 细博会还债的 那你说 不做就比做了 我觉得 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 Danny Wang就说 例子就好像是 2012年 如果是2012年的话 就不是 大小博的 就是 哪些年份是大的小博呢? 譬如2000年 2005 2010 2015 2020 那些 那些就是 五和零 年份尾的那些 就是大小博会 他那个还要是 全部东西都有做 例子的那些应该是 Specialized Expositions 那些就是 专科的 就不是大型的 就是这样 花花就说 刺放伊花 只是一分钟 光芒 但是现在 我也要说 大阪那里 有些人是 卖得很厉害的 这个我知道的 卖日本楼的人 尤其是大阪实电 有这个小博 我告诉大家 其实 不是这么行 日本人自己也 不是很想去的 这是我 看得到的东西 还有 世博会 是什么来的呢? 有些人就说 第一届世博会 就是 保守党 的政治家 这个说回1851年 这个保守党最极端的政治家 Charles Sipthorpe 他就说 这个世博会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 欺诈和荒谬之一 他的说法是这样 日本他们 搞世博 就不只是在 大阪搞过的 他在名古屋也搞过世博会 05年的时候 就在名古屋 搞过 05年名古屋的世博会的场地 现在就变成吉博力公园了 这个Ghibli Park 现在当然又是另一个旅游景点 那么 之前 就是在 就是 日本其他地方搞世博 他们 有些东西 现在都是 有一些 作用的 他们建立了那些东西 但是你说 这条数 在今时今日 就像大阪那样的地方 可不可以 变成了 赚钱 我是很怀疑的 我是很怀疑的 那好了 Kalvin Krog就说 伦敦澳运 主源区 地带 到现在 都在荒废 有些地方也是 强盛就说 京都这个城市 好像破产了 他们很不行 京都 其实 京都是 现在 这个是我 7月的时候 去的时候 看到 不过不要紧了 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就讲一下 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